原神3.7前瞻首报确定万叶钟离复刻 10号新角色立会官宣3.8又会复刻谁 就在刚刚有玩家在论坛上放出了有关3.7前瞻的封面预告 可以看出登场的是钟离万叶 虽然封面不保真 但复刻钟离万叶确实很有可能的 首先神池都是连着的 3.6有纳西达 3.7应该也有神 而且这位神级角色只能是钟离 因为雷神要留在后去刷新流水 策划不可能这么快给你放出来 而万叶加钟离正好能够吸引七月的中高考玩家 经历了3.5神贺卡池之后 3.7直接把万叶端上来也是有可能的 并且这俩本来也是到期人 至于最后一位角色必定会是散兵 3.6前瞻已经官宣会送一只发露衫 发露衫作为封管 但3.6中又并没有封系角色复刻 再结合3.7开到期大活动 散兵的复刻CD早已转好 发露衫绑垫散兵可以卖得很好 毕竟专辅到手不得抽个封思一玩玩 这也完全符合策划近期卡池复刻现象 顺便一提的是3.7新四星 启凉凉的立会会在4月10号官宣 大家可以观望一下 比起3.7 3.8是已经实锤了两位角色 一个是内鬼奉旨官宣的优拉 因为米哈游害怕3.7再没优拉会被骂 一个则是可莉 因为新皮肤早已亮相 至于剩下两个复刻位置 神级角色会给到温迪 另一位是阿贝多 算是蹭萌的buff吧 其实从塞诺尼路的光速复刻 以及到期版本的卡池安排 看得出来 老米应该是想在封单之前 把3.4海登节之前出的新五星都up一遍 说实话 近期的爆料消息非常少 虽然多位舅舅都跑路了 但只要等到本周五 原神3.7测试符的数据放出来后 肯定又会有一批内鬼 通过解爆的方式进行爆料 我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